接着我们要来追踪谁是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 中国跟美国为了这Patient Zero吵了两个月 而根据双方所追踪公布的结果 现在一共出现了三个版本 美国如果是以手中的确诊案例 这是一名35岁的西雅图男子 就认定源头就是在武汉 而中国官方呢 他们所公布的这个零号病患 则是一名在去年底通报确诊 而且已经病逝的70岁老翁 不过呢这个病毒呢 则是有一位美国的女军官 在去年10月一场军备大会当中带进中国的 所以现在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 我们就追踪这三个关键人物 我们要来看看到底谁说的比较可信 美国是一名军备的军备 我们要来看美国的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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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名美国大头兵去年10月18号远赴中国武汉 出席第七届世界军运大会 本该系场单纯的运动赛事 近在三个月后变调 这群美国大兵成为中国媒体口中的生化兵 是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罪魁祸首 它是52岁的美国陆军后备女兵 马特杰 军与会后硬是被扣上新冠肺炎 零号病患这个大帽子 遭中国媒体疯狂起底 原来当时有五名美军生病 在当地看医生 马特杰就是其中一位 事后他驳斥是受伤不是生病 从没得过新冠肺炎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也证实他的说法 但为什么数百名美军 这么大规模的代表团 竟然没有任何一位随行军医 且四年一度的军运盛会 这么刚好就在武汉举办 时间巧合到让有心人刻意栽赃 因为这个发言在中国 也可以这么说吧 首先出现的中国 不一定是发言在中国 中国抗疫名将钟南山 暗指虽然病患出现在大陆 但病毒极有可能是别人带来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更在推特上直接点名 就是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 然而这一切阴谋论的开始 不是中国人 竟是美国自己人说的 就是他自称是公民记者的 YouTube造谣者 韦伯 就是他自称是公民记者的 YouTube造谣者 韦伯 韦伯从1月中开始 对着将近10万名YouTube追踪者 大肆造谣 坚称马特杰是美国深化研究基地的军人 经负到武汉投毒的成员之一 如此震惊的说法 在一传十十传百后 迅速传遍整个中国大陆 你怎样知道她有病毒 或者有病毒 你怎样知道那是肯定的 她实际上是在 我曾经有个人说 她实际上是在 4th Delphore 医院医院 她试试了病毒 韦伯的推论正好就在发生 中国和美国两大国互相指控 零号病人在你家之际 而4月27号 中国公务院的吹风会 也就是跟媒体闲聊 搞宣传的非正式会议上 只是会议的医学专家还说 全球至今都还找不到零号病人 就别说病毒是从武汉来的 2009这个流感病毒 在这个美洲起的 也到了世界的流行 那么我们今天 谁能够能够回答 说H1N1的零号病人找到了吗 没有 全中国上下企图带风向 金零零号病患是美国人 美国总统川普甚至亲自公开指责 是假消息 而美国自己追的源头另有其人 在这个医生里 我们不肯定有危险性的状态 我们不肯定不肯定会发生 所以我们用了最高的医生的保护 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病毒 1月15号 一名35岁美国男性 在武汉待了6周后 回到西雅图 他在乱疼 他在家里面有疯瘤 他在家里吃得很健康 他在吃得很健康 连续4天高烧后 到住家附近一间诊所看病 医生立刻裁检 1月21号检测结果出现阳性 成了美国CDC认定的0号确诊病患 出现确诊病患 西雅图全程戒备 准备接受病人的 艾弗雷特地区医学中心 耗时2个小时 全体总动员 他在这里来到 他在这里 完全固定 并不允许病患 高收不退 一度病危 在医生投药后 2月21号 奇迹康复出院 他为何会染病 武汉旅游史最起人疑斗 让川普多次在推特上说 新冠肺炎是从中国开始 向世界蔓延 就是中国病毒 而根据中国官方 0号病人的第二个版本 是一名70岁武汉老翁 12月8号同报确诊 30名中国医学专家推算 发病时间可能在12月1号 虽然全世界都质疑 0号病人的出现应该更早 这名病逝的老龙 可能只是在最高养 但如果根据中美官方 各自公布的0号病人 看下来 美国比中国晚了44天 谁是源头 不言而喻 中国人的证据 发布了新冠肺炎 追踪0号病人的中美大战 美国看似一面大 却又在3月11号 一场国会听证会上 败物杀出的陈咬金 CBC主任的证词 让追踪病毒源头 变得更加困难 原发病例出现在美国 还是中国 似乎又打回原点 0号病人之谜 又成了中美利益的 逗狗的导火线 如何解开 还是永远解开 然而要保持和平的 大国关系 是不可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云端世界 我是陈宜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